中研院女研究员感染Delta病毒 现在已经有两位接触者有状况 而她的确诊足迹再新增细致四个点 甚至还搭了两班公车 除了前一天公布的11月28号精湛广场 还有细致远雄头版屋 现在又新增了远雄的宝雅 宜德利跟加勒福 还有29号去了出源面场 其他包括前一天就公布的 细致孙东宝牛排馆南昌店 大三元酒楼 还有古亭驱城市以及东区的餐厅 而7号案8号则是商场和药装店 遍及各大百货卖场 不过最乌龙的就是加勒福细科店 前一天公布疫调足迹 加勒福发讯息说疑似有确诊足迹 闭电消毒 但是疾管署公告没被点名 业者闭电消毒说隔天正常盈运 结果不到24小时又再度被公布 目前包括南港Global Mode 远雄广场还有加勒福跟金镇 都已经在前一天闭电做消毒 个案主要活动在南港系纸一带 加上搭乘板南线频率很高 北市府也呼吁大家密切留意 加强自我防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